刚红女明星韩若曦与陆时解决后 需付签约实力雄厚的对金集团 看来离开陆时的韩若曦 依然会在事业上做到高歌迷惊 我 打算去外地工作 两个月 可以 真的吗 不就两个月吗 两个月 两个月 不行 我不同意 不让她去 让她去 不让她去 如果我离开公司两个月 公司交给你打理 你行吗 别闹了 陆总 这公司没有你可不行 说得也是啊 让她去 不让她去 我就不让你去 薄言 我还以为你去上班去了呢 这是在干嘛呀 这是在干嘛呀 陆太太 这是陆总为您准备的专用车 薄言 这是在干嘛呀 这大爷都赶上主眼了 好啊 等从剧组回来 我会好好补偿你的 行 那我送你去车站 好吗 走吧 两位老师这边请 或是组里的生活制片 叫我少年就好了 少年 这么老还叫少年 苏老师 这是您的房间 小夕 这是您的房间 来 方卡 谢谢 以后要是生活上有什么事 二十四要是找我 随时待命 好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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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 好 好 好 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这是咱们新来的编剧 苏简安 简安 这是咱们另外两个编剧 静静和小敏 来来来 认识一下 大家好 我是苏简安 以后请多多指教 你好 你好 带你去见一下女一号 好 来 来 老爷好 老爷好 来 简安 这是咱们的女一号 韩若曦 韩若曦 这是咱们编剧 苏简安 来 你们俩沟通一下啊 需要有什么剧本修改的地方呢 然后呢 你也配合一下 好 雨童扶着凌峰逃到路边 用异能打开了一辆黑色轿车 两人快速进入车内 驶离现场 消失在夜幕之中 能不能等您 你有帮助吗 早知道 你也不说 你还没有帮助吗 咱们勉勇 也没有帮助 去 那些影响 微调就是大改啊 女主动机缺失 未能有效贯穿 导致女主形象太弱比较摇摆 人物成长状态不明确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她的情感产生了变化 第十九场 完全没有设计感 重新改一下吧 女主太弱智了 这么改的话 我完全没法演啊 导演我没什么问题了 那就辛苦大家了 行 那今天就到这里 咱马上要开机了 回去呢 大家把状态调整一下 行 散会吧 走吧 走吧 姐 按照她的意思改吧 辛苦 我 剧组怎么样 适应吗 我很好 我想要做 这样的 And the same 她是最好的 你不会吧 我该帮她的事更好 但她就把她こ上了 去吧 这边是最好的 怎么还没想到 这边要不在乎 你不在乎 你不在乎 你去ever了 你去吧 我去吧 你在干嘛呢 我还在改剧本呢 我要把拍摄内容 提前给弄出来呀 现在几点了 怎么那么忙 忙一点不好吗 我怎么看你觉得 你好像变瘦了 你什么眼神啊 我在镜组第一天 你把镜头拿起来 我看一下 看吧 你真的变瘦了 你知道吗 哪有 我告诉你啊 你三餐一定要按时吃 好 那我看着你工作吧 好吧 月月你要气死我啊 你听不听得懂人话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我对百合花过敏 你不知道吗 对不起姐 我想着这是粉丝送给你的花 想不想干了 赶紧给我拿走 来来来 你过来一下 看着 这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好嘞 那轨道再搬过来 谢谢啊 简安 小夕 我这么热的天 你穿成这样不热吗 热死了 都是剧组安排的 新的剧本有看吗 看了 第一场就是我和韩若曦的对手戏 我还有点小紧张呢 放心吧 没有问题的 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来 加油 加油 导演 我们先拍着好吧 这都几点了 演员怎么还没到 现场制片说演员马上就到了 怎么搞的 演员呢 演员怎么还没到 马上到了 演员马上到 演员到了 演员到了 若曦姐 咱补个妆 准备开工了 服装化妆给你准备了 走走快点 来来 准备了准备了 干活了 都几点了 快点快点 来现场准备了 这大明星还真是不一样 来准备了准备了 这样我先讲一下戏啊 这一场若雪呢 你是面向之机器 背对着大家 这个时候雨童 你从那个位置跑过来 跑过来之后呢 你看到她 她转身过来 吓你一跳 这时候这台机器 会给你个特写 了解吗 好的导演 了解 好 这场就这样了 来准备了准备了啊 准备开拍了啊 来不忠 十八了快 来一场一镜一次 来准备啊 三 二 一 开始 三 二 一 开始 若雪 好 卡 表情不错 过了 来 放个机位 从若雪转身开始 二九一次 三 二 一 开始 若雪儿 若雪啊 没有想到 背叛我的 居然是你 亏我一直把你当妹妹 要照顾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你干 小八也是你害死的 卡 卡 卡 若雪儿 若雪你干嘛呢 说词啊 导演 韩若曦她打人 导演 据说没有这一段啊 是我自己加的 若雪得知自己被最好的姐妹背叛 又害死了不少兄弟 若雪作为首领她又自责 又生气 所以我觉得应该加这一下 导演你觉得 你 谁 若曦说得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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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快点 来 准备了 来 再来一条 二经二次 开始 你这个叛徒 我真的不是叛徒 导演 刚才状态不太对 我再来一条吧 行吧 行吧 二经三次 开始 你这个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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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东京 总有一天我会来找他孙总长 卡 过了 换查 好 不好意思啊 拍出戏了 来 各部门准备 下一场了啊 小夕 没事吧 疼不疼啊 我没事 哎呦 别动啊 本姑娘从小到大 就没受过这样的委屈 这个韩若曦她竟然敢打我 她废了 好了啊 别动了啊 乖 不疼不疼啊 不疼不疼啊 我被摆头发过敏 你不知道吗 我有一个办法 不过你得配合我 大将不疼不疼啊 别动了 小夕队 我还没想到 你这一段时间 我都不疼不疼 你都不疼不疼啊 你都不疼不疼啊 你都不疼啊 你都不疼啊 来 快点来 好来了 补经一次 三 二 一 开始 你找我 若雪 我决定加入组织 但我不是为了什么崇高的理想 我都是为了你 不管是因为什么 我都很高兴 送给你 你就像这束花一样 像玫瑰一样的美 像百合一样的纯洁 谢谢 百合 谁叫的花 花椒 若雪 你没事吧 花椒 搞什么呢 怎么回事 我的脸 真机器 第四十九场谁改的 啥 啊 这山真机器 世伤 是 只要你改的 能够直播 不许看 她在大际上 飞了事吗 是 你 应该也是为了咱们这部戏的效果负责 这个苏简安改个剧本都改不明白 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个戏我演不了了 给他换点 姐 要不这样 你先休息两天 等你脸好一点 咱们再拍你 咱先拍其他人 好吧 不行 韩若曦 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 你想替我走是吧 行 没问题 不过我在走之前必须把话说清楚 你说我修改耽误进度 这个锅我不卑 你身为女主角不以身作则 毫无职业操守 还大明星呢 真的是名不服食 你在这儿敢给我顶嘴 怎么回事儿 你来得正好 这样的剧本我拍不了 苏西 还有你们 先回去 剑安 这位是咱们这部戏的总出品人 康总 康总 你好 你好 请坐 我的天哪 木瓶 叔叔 今晚会发现了 我发现一个女与 é睡了 现在听到还CI 不胖臂 也没有什么问题 刚才韩小姐提出 将四十九场删除 并没有理由 不过在故事后期的人物情感关系上面 捆绑得还不够密切 我们的电影是顺排 后续还有很多时间 我希望苏老师 能够抓紧时间修改剧本 在最短的时间内 能够做到最好 好的 行 那今天就到此为止 韩小姐是我公司的艺人 如果她要做到不对的地方 我向郭导 苏老师道歉 您客气了 希望大家为这部戏尽心尽力 谢谢 康瑞诚你到底什么意思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样做 我很没有面子 韩小姐 你是一个专业的演员 虽然我不知道 你跟苏建安有什么私人温远 但我不希望你把情绪 被达到工作中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针对她 因为她是陆薄言的妻子 这个项目对锐金和你都很重要 你知不知道 我希望你能实大地 我希望你能实大地 康瑞你受伤了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你怎么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吧 怎么样 你那么不小心啊 陆写了 对不起对不起 我刚才没有注意啊 没关系 别动啊 新包扎这些 身口咧得还挺大 这没中啊 康总您没事吧 康总怎么样 您没事吧 小程 不没事 你这简单的包扎一下不行 康总 对啊 我送你去医院 走走走 康总 走走走 你给我站住 站住 你没事吧 没事 你流血了 你最好去医院看看吧 我还有事 你先走了 我还是没回来 你亨率 你走吧 你每个人都看到了 你房子 你这棋子 你是在在开 Owen 你坐下去了 我说祝你 你还没看 我来吃火灯 你快以来 还是你吃火灯 你不要活 你你会看 你吃火灯 你 task你 真是他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知不知道 我为什么这么针对他 因为他是陆薄言的妻子 我有事情 要出去几天 好好配合郭导 认真拍戏 好 知道了 宋云 我不在的时候 好好定好片场 跟拍摄进度 有什么事情随时向我汇报 好的 康总 康总好 你的手好些了吗 苏老师 谢谢你 不客气 他爱他 想在说 把你的决定 看 会不会 有意思 你才不知 你不会出国 离开 不认为你 要不然 太阳了 说 不认为他 太阳了 别乱lla 才对 可 求求求求求求你 我心想 证人 快去办 不然就准备去非洲出差了 明白 等一下 顺便帮我查一下这部戏的幕后老板是谁 明白